大家好,我是曼妮提卡拉撒南达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教神,师婆神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昨天呢,是我们 Paramashivuham第五期的第一天 然后呢,大师给了我们非常强大的 一个点话 就是大师说呢 在教这个 印度教或者新都教的原始经文 阿格玛之前呢 一定要给这个徒弟 一个点话 这个阿格玛呢,就是 宇宙意识员Paramashivuham 他本人揭示的 就宇宙运转的真理 也就是宇宙的最终极的法则 是编程人员的揭示 而不是所谓的人类的猜测 或者推测这样 所以呢,就是这个游戏 他的创始人 自己呢,揭示这场游戏的秘密 就是记录在我们的经书中 然后呢,其中有一部 非常重要,就是叫阿格玛 然后大师呢,在这个 这个第五期呢,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有一个亮点呢,就是大师会揭示 Paramashivuh,也就是宇宙意识员 也就是呢,宇宙意识员Paramashivuh 宇宙意识员的化身 他呢,就是师婆神 他给自己的儿子 Morgan Subramashivuham 揭示的家传最神秘的 最深邃的这个宇宙法则呢 都记录在这一部阿格玛当中 然后呢,这个是大师在这一期的 Paramashivuham 会给我们重点讲述的 这个宇宙法则 然后呢,大师昨天就开始 然后他说每一天都会花好几个小时 坐在我们面前 跟我们深入浅出的 讲这个宇宙法则 也就是这部阿格玛经书中 记载的最深邃的 最秘密的这个宇宙的法则 所以呢,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兴奋 然后昨天这个点话之后呢 大师就是把他的阿格玛经书翻开 就是非常简短的讲述了一些 大师说这也是印度教的传统 就是在点话之后呢 需要这个徒弟呢 去吸收这个点话的力量 然后在这一天之后呢 才会继续的给我们揭示 所以呢,今天第二天 我们就更加拭目以待了 看大师今天什么时候出来 能跟我们讲什么样的真理 然后有多么让人觉得兴奋 反正我是非常的兴奋 我就觉得我等不了了 每分钟都特别漫长 真的是很想听 这个最神秘的 最深邃的这个 这一部分的宇宙法则的揭示 像大师在前两天揭示了一些吧 我就觉得哇,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不是一般水平的宇宙法则 就是大师讲的 我们每个人的14个维度 然后呢,它的中轴线 是我们的一致性 然后这14个 其实也是我们的14个脉轮这样 然后 它们之间什么关系 然后跟一致性什么关系等等 然后它和宇宙的14个世界 14个维度是完全对应的等等 所以这些都太神奇 太令人向往了这些知识 所以呢 如果你对宇宙法则 尤其感兴趣 想要探讨这个人生 最终极的答案的这些人呢 不管你是不是灵修 人缘 其实我之前不是搞灵修的 但我就是对人生有兴趣 所以才遇到了师父 这就是宇宙给我们最大的礼物 就是人生这场游戏 是有一个真实的答案的 宇宙呢 是有它的揭示的 所有的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同修呢 请你们立即报名 我们第五期的Paramashivoham 对这个课程感兴趣呢 请你加我的微信 我会把我的微信呢 写在文字栏当中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尼天兰登